春清茶室 全部都是细机出清茶室 未拆封的是五包 卫生局人员上门击茶 将问题的茶叶全数封存 本身会分装的 三清四茶茶室 迷离手摇茶饮 店内已拆封跟未拆封的茶叶 一共18公斤 全被击茶人员带走 五十岚的问题茶叶风波 持续扩大 除了知名连锁手摇饮料店 CocoDooker 发现清茶跟裸茶系列的供应商 跟五十岚是同一家 已经预防性下架 台南市卫生局又查出 包含知名的红太阳291公斤 杰克小子162公斤 新清源42公斤 以及乐活茶饮19.59公斤 合计下架532.59公斤 五十岚的四季春茶 被台中卫生局验出 茶叶农药超标已经停卖 对于消费者疑虑 店家还是强调 自主送宴没问题 农药超标 问题茶叶的源头是三清制茶公司 台南市卫生局查出 四季春茶是混沖各家茶叶产生的 紧急封存总计六万八千多公斤 五十岚已经向台中市的卫生局提出赋验 我们现场查的时候它都混茶 这不同批货的东西都混在一起 它会要求有一定的口味 那因为其实我们茶叶它不同的季节采收的 还有不同的地方采收的味道都不一样 它必须混茶才能够达到它那个特质化的一个味道 三清制茶的公司负责人 仍在大陆 目前赶回台湾要做后续的处理 但问题茶叶引发消费者疑虑 卫福部打算要求手药店的业者 每杯饮料自主贴上产地标签 就看看哪家业者做得到 这儿来过张宏佩如 台南报道